再來介紹到的就是三男槍的部分 那三男槍在網路上我看到新手比較少在使用 可能是他們覺得這個射速比較慢一點 而且造成的殺傷力好像並不會很大 那其實這是錯的齁 在使用三男槍的時候我們必須搭配身體的移動 讓自己越接近敵人越好 因為三男槍這種東西就是要在近距離才會發揮他的力量 你可以搭配大跳躍來使用 一口氣拉近你和對手之間的距離 然後給他一發按右鍵 他會一次射出兩發子彈 那不管你的血多少裝甲多厚啊 通常近戰被射到這樣一下 就是直接再見 這個算是近戰殺傷力非常具有威脅性的武器 也是在網路上很多勝任和高手非常喜歡使用應用搭配的一個武器 他可以搭配在 流彈射完以後 馬上給予敵人致命的傷害 這都是 在戰隊時空的世界裡面 秒殺的一個最基本的 最好練的方法 就是三男槍近戰右鍵 兩位 嘻子 每天一位 都要敵人致命 感谢观看